在今天的馬席會重點過程 兩岸劃時代的歷史之旅 就從今天開始 四架幻象2000戰機翱翔天際 在馬總統專機旁伴飛 20分鐘的護衛飛行 平安送禮航空識別區 大家好 這一聲大家好 中氣十足 聽得出馬總統心情好得不得了 藏不住興奮 也不忘保持冷靜 心情很平靜 心情特別好 這是一個好的機會 應該好好的把握 這一次出訪新加坡 每一步都是寫下歷史 上午十點三十八分 總統專機降落新加坡 迎接兩岸元首世紀會面 準備好創造歷史 加油 香格里拉飯店 擠滿僑胞高喊加油 媒體記者更是擠破了頭 請口罪 飯店門口大廳 被各國記者擠得水泄不通 爭相記錄這歷史一刻 因為從昨天新媒舊報導 香里拉大廳已經被媒體佔據 他們用的是這兩個字 而且在大廳出入的各國的媒體記者 人數看起來感覺比房客還多 總計195家媒體 629名記者齊聚新加坡 香格里拉飯店 等著安檢入場排隊人龍幾乎看不見鏡頭 從二樓往下看更是萬頭傳動 不能錯過馬錫任何一個鏡頭有拿到證件的記者 就已經有628人 但實際上在現場的人數是遠遠超過這個數字 媒體記者早在會前三小時就排隊換證 等待入場 眾人苦手搶破了頭就為了這一刻 11月7號下午2點59分 兩岸歷史性的一刻發生了 習近平率先伸出友誼之手和馬英九緊緊一握 現場美光燈閃不停 捕捉著世界之握 馬英九和習近平即使內心澎湃 還是面露笑容 為了讓在場媒體拍個夠 先轉上右再轉左 兩人同步轉身 環勢全場 兩岸分支66年以來 雙方領導人的首度會面 這僅僅一握就是81秒 馬英九總統打上藍領帶 習近平記的是紅領帶 一藍一紅不受忍然 從10年前的連呼會到現在的馬熙會 兩岸領導人都是各自以紅藍領帶亮相 和雙邊的政治意涵緊緊相扣 兩人鬆手之後繼續向在場媒體揮手致意 馬總統還不忘右手解開西裝扭扣 好讓右手揮得更高 不受拘束 隨即兩人並肩走進馬熙會談現場 兩人腳步一前一後一步一驅 猶如兩岸互動每一步都踏得如綠國冰 請兩位領導入座 兩位領導人坐定 馬熙高峰會正式展開 可以了吧 好 兩岸領導人必談對方頭銜 雙方各以先生稱呼對方 會場內白放一張長桌 場景類似1993年在新加坡舉行的鼓舞王會談 沒有任何力量能把我們分開 因為我們是打斷骨頭連著筋的同胞兄弟 是血濃於水的一家人 習近平一開口大打問情公事 開場白只想了三分多鐘 馬總統話匣子一開講足了七分鐘 馬總統大談九二共事 將到五分四十四秒時 習近平開始喝茶還輕微咳嗽 兩岸分治六十六年 頭一遭有雙邊最高領袖 坐下來面對面談未來 一小時會談只開放了十分鐘 馬總統還在高談擴論 大陸隨後就開始感人 馬習會寫下歷史 會後各自召開記者會風格大不同 我放記者會上開放十五家中外媒體提問 官員一字排開上陣 長桌上擺放的名牌寫著總統二字 清楚出現青天白日滿地紅的中華民國國旗 強調國格不被矮化 國台辦主任張志軍主持的陸方記者會照稿演出 媒體人周宇寇也來鬧場 一場馬習會兩岸各表也開創了兩岸新的 歷史定位 TV別新聞綜合報導 大陸與台灣代表團的各位女士先生 以及在場的美股團員們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今天我跟習先生分別以台灣與大陸領導人的身份 穿越66年的時空 伸手相握 握著兩岸的過去與未來 也握著中華民國人正式的希望 深居歷史 22年前 也就是1993年的4月 台灣海濟會統市長 顧政府先生與大陸海協會會長 汪道涵先生在新加坡會面 簽訂了四個協議 為兩岸制度化協商打下了基礎 12年前 也就是2003年的10月 我在東亞經濟高峰會上 跟新加坡建國總理 以光耀施政對談 當時我們都認為兩岸的發展 要以人民的利益作為遺歸 此刻 我跟習先生相對而坐 這麼近 在我們背後的是兩岸分隔 和超過一甲子的歷史 在我們眼前的是這幾年來 雙方致力以對話取代對立 以和解替代衝突的成果 在我們的手上是永續和平 與凡人的目標 此時此刻 海峽兩岸正大聲地 向全世界宣示鞏固台海和平決心 以及促進區域和平的訊息 這六十六年 兩岸在不同的體制下發展 能夠從軍事對抗 轉為合作交流 絕非張繫之功 七年多來 兩岸簽訂了二十三項協議 創造了四萬多學生交流 兩岸簽訂了二十三項協議 創造了四萬多學生交流 每年八百萬旅客往來 與一千七百多億美元貿易的空前融解 這些巨大改變的基礎 都在於和平 歷史為兩岸留下了 錯綜複雜的世代課題 這正是尚書中所說的 非之之堅 行之為堅 對於各自堅持的敏感議題 需要雙方正式現實 以智慧 耐心與誠意務實處理 但是我們依然能夠努力在雙方 這些年來建構的制度性協商之下 達成了兩岸和平與合作 推動了永續和平與繁榮 而這也是兩岸及國際社會有共同的期待 今天我願意提出維繫兩岸和平繁榮現狀的5.53 第一 鞏固九二共識 維持和平現狀 海峽兩岸在1992年11月就一個中國原則達成的共識 簡稱九二共識 九二共識是兩岸推動和平發展的共同政治基礎 正是因為雙方共同尊重九二共識 過去七年半來 我們才能獲制包括達成二十三項協議在內的 豐碩平和和平的榮景 讓兩岸關係處於六十六年來 最和平穩定的狀態 這個部分 等一下在會談的時候 我可以再做進去的說明 第二 將軍提對狀態 和平處理爭端 兩岸目前已不再處於過去的充足貴力 雙方應該持續降低疑對狀態 並以和平方式解決爭端 第三 擴大兩岸交流 增進互利雙贏 目前兩岸三位結案的問題 例如貨貿協議 兩會互設機構與陸克中轉等 應該盡速處理 以創造兩岸雙明 第四 設置兩岸熱線 處理急要問題 兩岸目前在海基會 海協會首長之間 與陸委會國台辦副首長之間 都已設有聯繫的機制 今後應該在陸委會國台辦首長之間 設立熱線 以處理緊急與狀態的問題 第五 兩岸共同合作 智力振興中華 兩岸人民同屬中華民族 都是炎黃之孫 應該互助合作 智力振興中華 這五點主張 不是為了異議之思 單方之力 而是為了後代 五孫的幸福 我誠摯地希望 雙方都應該重視 人民所珍惜的價值 與生活方式 維護兩岸和平 以中華文化 蘊含智慧 確保兩岸 互利雙贏 徐先生 當前的兩岸關係 已經是1949年以來 最為和平穩定的結果 這裏面 我常常在台灣的大學校園之中 看到兩岸學生 一起討論 一起運動 一起演奏 一起翻笑的畫面 那種自然的水乳交流 往往讓我既欣慰 又改變 他們有熱情 有創意 但是他們沒有懲憤 沒有辦法 他們能夠在人生較早的階段 建立永遠 一定是有個牙齒弄去 打下 兩岸領導人 終於見面 歷史性的時刻 多國媒體第一時間現場直播 下午2點59分握手 新加坡亞洲新聞台 香港TVB電視台 全程Live播出 但美國CNN直到3點65分 才把畫面切近馬錫慧現場 雙方代表面對面排排座 各家媒體幾乎都是引用路透社的畫面 在馬總統發言時 CNN請來同步口議 不僅如此 CNN也分別連線北京台北兩地的特派記者 現在我們在台北中 在中間的 比較小的抗議 有很多人 從不同的政治黨 和平常的住民 所有人都可以聯繫 他們真的不在意 一個描述台灣民眾抗議 一個帶來會場第一手觀察 兩名記者都講了兩到三分鐘 這次會面不簽署任何協議 外媒看法多半認為不會有失職結果 但對馬錫兩人來說 歷史定位和過去已經不可同日而語 兩岸關係也有重大突破 一場馬錫會牽動未來兩岸發展 引發中外媒體高度關注 QB新聞 綜合報導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已經回答了12個 國際媒體的題目了 我們是不是能夠 能夠在這邊結束 再多兩個請問 再多一兩個問題 我看很多人沒有辦法 剛才好像香港媒體 沒有問到 我們是不是香港媒體 舉手好嗎 這個澳雅衛視黃家騰 鳳凰 鳳凰 對不起 鳳凰 香港嗎 鳳凰 鳳凰 對不起 鳳凰 香港嗎 但是我想問的是 你的任期其實 還有很長一段時間 我想兩岸領導人的會面 不會是你的最後一步 在您剩下的任期裡頭 您覺得你還有哪些目標 必須要完成 你覺得你還有哪些的 你覺得你還可以做哪一些 在兩岸方面有益的措施跟政策 其實你剛剛講的 正是我這一次要開馬錫會 很重要的目的 我們譬如說像貨帽協議 互設機構 像陸客中轉等等 這些我們都希望 能夠再次會後看到一些具體的結果 那為什麼人家說你任期只剩六個月 為什麼還要開這種會 我就是因為我任期六個月 可是習先生的任期還有七年多 台灣跟大陸的關係不會很快就結束 都需要我們打好這個基礎 我們七年來一直在做打基礎的工作 也創造了一個可以讓台灣跟大陸 處一種超穩定結構的可能 問題是這個需要很細心的去看護 不是嘴巴講講等著天上掉下來 世界上沒有這樣的事情 我們這七年來很辛苦 但是總算走出一條路來 各位想想看 全世界有沒有第二個兩岸關係 這樣的關係呢 沒有耶 非常的複雜 有內政有外交有軍事有經濟 真的是很不容易把它慢慢慢慢兜籠來 把它打造出這樣的局面來 真的要珍惜 要珍惜 有一些小問題在一定有的 但是想趴著把它克服 不要因為這些小問題影響到大方向 這是我今天開會一個非常深刻的感受 我感覺到習先生他也有這樣的用心 希望讓這樣的程序能往前走 所以我們看大的不要看小的 我們希望能夠這個在大方向大格局上 能夠有一致看法 對台灣對大陸都是有利的 最後一題我們是不是給外國的媒體 新加坡電視台仁百俊 請把麥克風遞給仁百俊 新加坡電視台 對不起 是不是現場可以維持一下媒體的秩序 剛才總統回答很多問題 仁百俊小姐請 新加坡電視台 請教總統是否會關切今天您所達成馬熙會的成果 如果下一任中華民國的領導人不願意接受 或者是不承認九二共識的話 是否會影響呢 我們今天雙方有一個很明顯的共識 就是這七年來雙方的關係 能夠如此這般的突飛猛進 讓兩岸關係成為66年來最穩定和平的狀態 主要的基礎就是九二共識 所以習先生跟我都有這樣的看法 這個從七年來的發展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如果沒有九二共識怎麼可能做到今天 那當然大家對九二共識的看法 不見得每一個人都滿意 但是我覺得最重要的 它能夠促成我們七年來的成果 這就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功效 我想各位都聽過 有一些外國朋友看到九二共識內容 他說這東西聽起來好像很含糊 他們有人甚至於笑 這是一個masterpiece of ambiguity 說是一個非常含糊的傑作 但是不管它含不含糊 它能解決問題 我覺得這個最重要 就像剛剛大家 我們來之前 我記得在台灣的時候 記者會上就問 你在會上會不會講一個中華民國 我今天就講了 我特別講到我們為什麼不能夠把它表述到 兩個中國一中一台或者台灣獨立 就是因為我們中華民國憲法不容許 我這一個字一個字都講了 我一點都沒有忽略掉 我要在這些立場上 我要站穩一個中華民國總統應該有的立場